中共总理温家宝首次正面回应阿拉伯之春 他说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的诉求 同时强调任何动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 而内因是主要的 学者指出温家宝看到中共将灭亡的趋势 想促进政改延长中共的命 但他办不到 18号温家宝在杜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 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 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 除了这一点 政府不应该有任何特权 温家宝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的表态 是中共高层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表态 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0年底 在北非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反独裁政府运动 运动导致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 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和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先后被推翻 目前这场运动仍在发酵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叶科认为 温家宝的这种表态 一是为了与中东新政权交往的需要 二是面对国内尖锐矛盾的局势 无路可走 所以他想通过改革来维护中共的统治 而对老百姓有所让步 但仍想把主权抓在自己的手里 即使温家宝这样一个表态 他最后在中共这个党内自己的体制当中 他最后可能都会不了了之 甚至温家宝自己也会处于攻击的这样一个对象 中共这个体制的力量 压制性的这样一个趋势 是温家宝个人所无法改变的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的政策 对老百姓的疾苦越来越漠视 虽然温家宝看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革 未来中国社会将发生冲突动荡 甚至中共政权的崩溃 但他无能为力 中国的就是政治改革了 那么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障碍就是 胡锦涛了根本就没有任何改革的 这个就是动力和改革的那个新思维 那么他的目前的一些老办法了 那么全是了他在中国的那个专制集权体制下 学会来的这种正宫干部的老办法 对于那个就是温家宝来说 显然这是很不幸的 他想改革的话了 他总是了跟中共的最高的人物胡锦涛了 那么是会发生那个直接的就是相左的 温家宝的政改论已经提及了多次 去年9月他高调倡议政治改革和党政分开 并且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但没有得到其他党内高层的呼应 对此夏明表示 目前在海外甚至在国内 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不解体中共一党专制 中国不会有前途 所以在国内外掀起了一个反对党的运动 但是叶科认为 还有比组建反对党更好的办法 对党可以说是最和平 最理性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因为其实他中共其实能够依靠的 其实就是靠这个共产党的这样一套系统 如果大家都不去追随他的话 那他一下子他所有的这个这个指令 他他就没法执行下去 中共倒是他想去镇压老百姓 他也镇压不下去 不过夏明指出 中共党内的矛盾复杂 斗争激烈 未来中共可以牺牲一个人 来满足老百姓渴望惩治贪官的要求 所以目前温家宝处在一个非常危难的境地 也有学者指出 近年来温家宝在不同场合数十次呼吁政改 相反的 中共对政治意见者的打压 却叫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温家宝的呼吁 可能只是在政治舞台的最后岁月 想留个好名声而已 新唐人记者长春 宋风 周天采访报道